嗨 我是位老闆 每次都会被问到说 学历到底要干嘛? 能当饭吃吗? 为什么爸妈都要一直叫我念好学校? 然后出社会的时候 为什么那些企业老闆都要用学历找人? 到底学历有什么好重要的? 我们到底要不要参加这种游戏规则呢? 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也可以做我的IG喔 好 我也是从小就是念那种A段班 一直被爸妈希望要念什么 国力很好的大学的那种人 所以我过了很久那种 被逼迫一定要念书 考大学的那种日子 然后我现在变成知方了 我自己会不会用学历找人呢? 我们今天来好好聊一下 到底学历有什么意义? 第一个是我觉得学历对企业来说 是一个快速可以找到人才的方式 它是有它的意义的 因为它可以借由学校的学历 比较轻松的去快速推断出你的专业能力 自律性跟抗压性 看是不是符合企业的所需 可是这并没有办法代表一切 但是我刚讲的那些 可能是观点性比较高的 是说会读书的人比较自律 相对来说比较有机会高 因为你可能不管你是被逼的 还是你自己爱念的 你总是走过来这条比较高压 然后被逼迫着一直要固定铲出的一条路 对相对来说 所以对很多企业来说 他要这样的人 因为你进到公司 他也是一直逼你铲出啊 那你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所以会比较符合他们的需求 这样理解 或者是你的专业能力 例如你念了哪些学校的某些科系 这个学校的标准就是那么高 你出来的专业不会太差 所以我刚讲的三件事嘛 专业能力 自律性抗压性 相对来说可能可能比较符合某些需求 那他直接找这几个学校的就比较简单 你不用在那边打海捞针 或是一个一个慢慢的确认 几个月后你是不是OK 这个是一个快速的方式 所以某些企业他可能只要 也是合理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 他会觉得在这个以上 他刚刚那些标准就一定有了 可是并不是代表说 学历就代表你是个好人或一个不好的人 不是这个意思 那有些企业他反而不要啊 为什么 因为起薪高他可能没办法负担啊 所以他可能反而要抓那种中间值 就是他觉得他可以负担的 然后来再教 所以学校是一种客观的参考数值 并不能代表一切 可是可以让企业 比较简单跟快速的抓取人才库 所以他是对资方有这个意义 这好像是提取资料的概念 对提取资料我这样子捞比较方便 因为这样的人被集中在一起了嘛 那我广泛的找海选是不是比较累 对就是这样 所以当我们是学生的时候 我们就不理解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要用学历找人 就是对他来说比较轻松简单快而已 第二点是 所以父母一直要你学历好其实也没有错 因为那是让你可以被企业挑选的一个评估条件 他又不认识你 他当然直接看你的学历 可能就会对你有个刻板印象是 你大概是什么程度的人 所以你大概可以用多少钱起薪 就只是这样子的意思而已 所以如果你并没有展现出什么很特殊的才华 例如什么数学天才儿童 还什么音乐生童 三岁会作曲是不是 对 还是什么超龄的专业演技 你可以马上去当演员什么 如果你从小有这样 其实你当然是可以不用念书 不用管这个学历 可是如果你没有上述那些很强的天分 然后你也没有继承亿万家产 就是其实你们念书跟你是无关的 你不需要遵循社会的求职的道路的话 你势必是要被企业挑选的 所以他们挑选的最简单的依据就是学历的时候 所以爸妈会一直叫你念书 爸妈一直叫你尽量能够考什么好的大学 就尽量 是因为你可能被挑选到的几率会比较高 或者你的起薪可能会比较高 因为大企业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绿人的 是这个意思 所以也不要觉得 爸妈为什么都要这样 他只是帮你增加你的机会而已 尤其其实多数人 老实说 都很平凡 没有什么惊人的才华 对吧 所以如果你拿到越好的学历 其实确实让你的求职可能比较有机会 然后顺利确保你可能可以拿到一定水平的薪资这样子 未来可能更有保障 所以父母想的是这个 所以会一直逼迫你这件事 然后你可以去理解一下你父母思考逻辑是这样 他可能确实是为了你好 但是不代表你就要听他的 因为你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但是你就要为你的未来负责 所以如果没被挑上找不到工作也不要抱歉 则是起心比较低 对你起心就是比你高中同学低 因为你们念的大学不一样 还怎么样 不要抱怨你自己选的 因为你想念你比较喜欢的 那就是你自己选的 你就不可以一直抱怨父母说 你们怎么都不早点跟我说 什么什么什么 否则你也会成为你父母的负担 因为你可能还要给他养很久 还要一直跟他要钱 对 所以没有对或错 就是你要听谁的 你也可以当参考 最后做自己的决定 第三呢我要讨论的问题是很多粉丝都会问我的 那如果我只是不会念书学历不好而已 可是我能力很好啊 那我要怎么证明自己 好 如果你很强 你什么专业能力很强 很有天赋很有创意 可是你只是没有得到肯定你的学历 那很现实的 就是企业并不想负担让你证明自己的成本 他可能不想承担这个风险 因为万一失败了呢 他要重来 对他还是要付你薪水 所以他一定会选安全牌 因为大的企业一定没空跟你在那边五四三 所以你就很难证明你自己 对不对 所以当你没有学历 又想证明自己的时候 我就建议你 那你可能就是要去拿奖啊 或者是你的作品要真的很厉害啊 你要能一鸣惊人啊 即便你在没有这种学历的情况下 大家看到你的作品还是会觉得 诶 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 那如果没有到这种程度 然后你又没有学历的时候 你要证明自己就比较难 我没有说不行 但是你的作品要真的很能说话 对吧 不然你就去创业当资方本人 你就可以创建自己的游戏规则 可是创业有没有自己的风险 有 你创业风险那么高 要付那么多薪水的时候 你会不会也成为想要打安全牌挑人的人 是不是 你也会不想承担说 有一个人说他很强 可是他都没有相关的学历跟经验 你会不会赌一把 你是不是也会觉得 那我是不是找那个科班出生好像比较安全 不用同基础交起的感觉 这时候你会突然好像懂了 是吧 换位思考 对的 第一点是那学历就真的一定好找工作吗 我只能说不一定 因为企业的职缺啊 开的都是社会有这个需求的工作 要有人做这些工作 企业才能营运 所以他会开这样的职缺 然后呢 这些职缺所需要的专业技能 可能是学校训练出来的 所以他会去找这些科系所训练出来的人 好但是这个经常有脱钩的问题 就是学校培养这么多这样的人出来 可是没有这么多的职缺 可以收这么多这样的人 所以他就会去做 跟他的专业完全不相干的工作 对 像我自己 我是念大船的 我们有超多的同学 都不是从事大船相关的产业 因为 他没有那么多职缺啊 没有这么多上班机会啊 所以一堆人都去做别的事啊 跟大学念的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常常会这样嘛 对 就是 就是你念的都不是你以后做的啊 对啊 然后结果 以我们资方来讲 我们想要找的人 学校可能又没有科系哦 不然有电商系吗 没有 可能现在有一两家有了 可是十几年前 台湾没有电商系 好 有没有业务系啊 没有 有没有接单系作业机系 没有 没有嘛 有没有社群系啊 知道怎么发贴文 这个根本很难耶 没有嘛 可是已经社群多久了 对不对 有没有网红系啊 有没有YouTube系啊 没有都没有人在教你 可是现在职缺不是最重要是这些 这些不是赚最多钱的吗 对 没有人在教啊 外面有很多工作机会的 学校不教 然后教一大堆外面不收的 我们浪费那么多年在念书在做什么 这是不是有种脱钩的感觉 以前都没想过 对 以前可能你学气修的 你出来可以去修气修厂啊 那你面得出外面不收的时候 你到底要干嘛 然后外面这么缺的学校不教 然后没有这个学校跟科系 那不是完了 这一切就match不起来了 会崩溃耶 对 资方找不到人 那个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这样有点像新鲜的人都去公司 从零开始教 对 然后我们就很希望学校可不可以教好 再出来给我们 你与其他要念四年用不到的书 为什么不教好好上班 职场的基本伦理 要不要不要出社会才要教 然后不断的走冤枉路 不断的撞墙 那企业成本也高 然后企业成本高 可能就不想请年轻人 那年轻人就越来越难找工作了 就二性循环了 那我就有时候会觉得 为什么学校不教 那可以先教吗 然后像是现在很需要的影像处理啊 影像剪辑啊 不是那么多学校有这种 开始慢慢有 开始有 但是你会不会发现都跟不太上时代 所以我们的科系 其实都还是应付传统社会所需的 传统农业或工业社会所需的 不是这么现代社会所需的 所以并不是你现在念什么 你以后就一定能做什么 这是未必的喔 最后一个就是最重要的观念啦 就是为什么学历不能代表一切呢 我刚有讲 学校教的是生存的所需 不是生活的所需 因为生存是具体的专业技能 就是我要会干嘛干嘛干嘛 然后就能赚钱 好 可是生活都是一些无形的东西 例如什么品味啊 美感啊 幽默感啊 社交能力啊 这个学校都没教 所以你很有可能是 成绩很好 的生活白痴 对吧 好常有喔 对 所以他可能有高学历 可是他不会生活 对吧 然后他可能是没有幽默感 道德感很差也说不定 因为学校也没有教你道德感 你有可能情商很低 对吧 真的 这都学校都没有教啊 你高学历不代表这一切的 那也有可能卫生习惯很差 对 对不对 然后不会谈恋爱 社交障碍 社交恐惧等等太多了太多了 因为这些学校都没有教 学历都没有办法代表这些 这些都是我们的生活所需 不是我们的生存所需 那学校教的是生存的技能 让你以后可以有饭吃而已 可他没有教你怎么感受这个生活 或怎么做人 对吧 所以下次如果你听到 什么社会新闻犯案 喔这是某某某某名校毕业的 不要再觉得 蛤他怎么念中学校也会这样 有观点吗 没有 对吧 刚刚讲的嘛 不一定会有道德嘛 不一定会有好的情商嘛 所以还有可能会是恐怖情人嘛 所以不用再讨论说 他是什么某大毕业的 怎么会这样子恐怖情人 可是大家却会听到 可是他是医学院耶 可是他医生耶 他怎么还会干这种事 怎么不可能 因为又没有关联 对吧 代表他很会念书 很会念书 或者是那个专业很强 他可能可以做外科手术啊 他开刀开得很厉害啊 不代表他情商很高 卫生很好 道德感很好 没有关联 所以我才会说 高学历不能代表一切 高学历不代表你善良 不代表你手法 这都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其实就是一码归一码分清楚 你就不会一直在把学历看作一个很厉害的皇冠 然后觉得好像没有他不行 然后有他就可以代表一切 没有不是这个意思 学历就只是我刚讲的那个企业 专业所需那件事情而已 所以学历好只是比较好找工作的入场券吗 有可能 但是我只能说 学历好不代表他比较会上班 因为上班有很多不是专业技能的 做人的能力 向上公通的能力等等 跟同事相处的能力 团队合作的能力 学校不一定有教 你在学校搞不好人员超差 你是考试成绩很好的 你在职场一样会有这些问题 对吧 所以我只能说 也许是个入场券 但是你会不会很会上班 工作表现会不会很好 这个很难说 这都是不一定的 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 会对学历打破迷思喔 如果喜欢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也可以做我的IG喔 我喜欢影片 你不想知道 你不想拍照 我会看完 我和你帮助 我一会 dissoci开点 你不相信 你不信任